中国央行表示贸易战是双输博弈或摧毁全球经济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15日 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央行行长易刚试图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气氛 呼吁以建设性解决方案 解决摩擦并称双方的纷争或摧毁全球经济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秋季年会的最后一天 10月13日 中国央行行长易刚发表警告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 是双输在巴厘岛的一场研讨会上 易刚说贸易紧张局势带来负面的市场预期和不确定性 根据财新报道 他说我们很真诚的希望能以建设性的方案解决贸易摩擦 这比贸易占好后者是双数的结果 路透社报道指出 易刚说中国经济增长仍能达到全年增长6.5%左右的目标 且有可能超过目标并称他对于当前的通货膨胀水准感到满意 易刚也表示自己与一些国家的央行行长和其他高级官员进行了交谈 就美中关税摩擦以及华盛顿批评北京人微操纵人民币汇率以促进出口的指责交换了意见 他还表示北京将推动金融服务业开放 就在易刚发表这番看法的前一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警告说 在贸易争端和新兴市场危机中保持全球增长的机会之窗正在缩小 提醒中美争端的加剧可能导致货币战争 本周早些时候在巴黎岛会议期间 美国财长姆努钦拒绝透露美国是否会在下个星期发布的汇率报告中 把北京列为汇率操纵国 若是中国被列为汇率操纵国 则会加剧双方 本已紧绷的关系 联合早报报道 姆努钦与中国央行行长易刚 在巴黎岛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 姆努钦表示 谈及人民币汇率时 中方向他表示人民币继续贬值 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此前姆努钦对人民币近期贬值 表达担忧 担心中国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方式 来抵消美国近期对来自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带来的影响 外界预计 川普和习近平将在下个月参加 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届时两人或会举行会面 并达成某种缓解贸易紧张局势的协议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当时三名台湾人参加大陆千人计划 陆委会密切了解中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15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中国大陆政府所推行的海外高层人才引进计划 又称千人计划 这一在围绕中国发展战略目标 并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需要有针对性的引进海外人才的政策 在近期引发各方关注仍在继续 台湾方面 陆委会在周日表示 大陆推动对台31项措施及相关计划 背后具政治意图 对台湾民众参与千人计划情况 正在密切了解之中 据中央社报道显示 目前已有33名台湾人参加了大陆的千人计划 据了解 一般申报参与千人计划的学者专家 都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 原则上不超过55岁 引进后 每年在国内工作 一般不少于6个月 并需要符合条件诸如 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 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 国家急需紧缺的 其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等条件之一 而经审批认可的千人计划成员 将受到国家有关部门 为其提供的一系列特定的生活待遇 包括帮其本人和子女 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或2-5年有效期的多次往返签证 拥有中国国籍的人帮助选低落户 及中央财政给予引进人才 每人人民币100万元 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一次性补助等优惠政策 但由于美中关系随着贸易战的逐渐紧张 美国政府不断强调指控中方采取各种手段 盗取美国高新技术优势 美国政府在近期也加大了对在美千人计划成员的注意 就在不久前 千人计划成员美国MD安德森癌症医疗中心的教授 谢克平遭到逮捕 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他涉嫌将资料非法送回中国 并称在搜查他家时还找出罕有儿童色情图片的硬盘 但谢克平本人则在被保释后称 时间会证明我的清白 同样就千人计划问题 陆委会回答表示 两岸学术交流应符合政府现行相关法令规定 并提醒台湾人民不得担任中国大陆党政军职务 否则将有有关机关调查相关市政进行适当处置 陆委会还指出 有关台湾民众参与千人计划相关情形 陆委会及教育部科技部等机关正密切了解中 台湾行政院则在今年3月发布新闻稿称 公私立科研机构及大学院校 现职专任教师及相关人员未经许可 不得参与中国大陆各项国家基金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 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曾在不久前大力报道了 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开展 针对打击台湾情报发展的2018雷霆专项行动 并称先后破获百余起台湾间谍案件 抓获一批台湾间谍及运用人员等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为什么川普不会有第二任期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15日 德国之声专访拉尔夫纳德 他是政治活跃分子消费者保护人士和2000年总统竞选人 他曾在迫使汽车工业安装安全带等安全措施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他成立了多个环保消费者权益和公信度监督组织 拉尔夫纳德向德国之声解释 他为何觉得川普只能是不能超过一个任期的总统 以及民主党为什么应采取欧洲的高福利政策 以其赢得中期选举 德国之声问 您已经经历了多任美国总统 既有民主党人 也有共和党人 您对他们所有人都曾做出批评 因为您本人不属于这两大党 与其前任相比 川普的表现排在第几位 拉尔夫纳德回答 垫底 川普是那么无知 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他在摧毁一个理智社会的标准与常规 我能想象 美国各地的许多父母 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10岁11岁的孩子 如果他们批评孩子的言行 孩子们会说 美国总统川普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对于这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而言 他是具有腐蚀性的 再加上他重返其民粹主义承诺 他把华尔街的顾问 带进了华盛顿的顾问圈 他在摧毁法律与秩序 保障污染企业剥削消费者和侵犯劳工权益的那些人的利益 他是在践踏监管机构 向环保署汽车安全局 在外交政策上 他很不稳定 一会儿称赞独裁者 一会儿威胁 抹掉一些国家 他在继续不惜和奥巴马的帝国政策 使用无人机和特种部队 扩大军备开支 德国之声问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您是第一代美国人 您的父母是从黎巴嫩移民美国的 这可能让您对川普的移民与难民政策 特别有感触 对于数百名移民儿童仍被迫与父母分离 您怎么看 拉尔夫·纳德回答 这格外残酷 他也因此失去美国人民的支持 他的反移民立场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他对阿拉伯世界的人们有固执的偏见 他允许来到美国的难民人数是当代最少的 我们在摧毁重要的两党制传统 这个人以为他可以为所欲为 但我认为 罗伯特·穆勒的调查 会让他看见 在美国对一位举止非法的总统 还是有某些法治存在的 德国之声问 环境保护和消费者保护在华盛顿 可能是被忽略的话题 川普系统性的破坏这两个领域 不应当引起更多关注吗 拉尔夫·纳德回答 是的 我们的气候异常现象在增加 科学预测是还会进一步加剧 而他彻底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 称之为骗局 他阻碍联邦政府的机制 他解散科研小组 导致人们从政府离职 他从国际协议中退出 他是一个明确紧迫的威胁 不单对美国人民 也对全世界 德国之声问 中期选举临近 共和党现在已经完全是川普及其美国第一的政党 那么 民主党究竟代表什么呢 拉尔夫·纳德回答 我前几天发表过一篇专栏文章 说明美国人民在等待什么 民主党代表什么 在我的新书中 我指出民主党人没有压倒 自1854年以来 共和党历史上最糟糕 最残酷 最好战 最重伤的华尔街共和党 自2010年以来 反而被后者压倒 共和党压倒了民主党 控制了大多数州的议会 州长以及政府的三大分支 我在文中建议 他们应重新采用罗斯福的做法 及增加最低工资 联邦规定的时薪最低标准 是7.25美元 根本无法生活 我还提议他们实施全民医保 在全国范围内 减少或取消大学学费 支持工会扩张 我说的有点像西欧 不是吗 德国之声问 中期选举不能使白宫一主 但谁控制国会 将能对川普的行为 有很大制约 您想对美国选民说什么 拉尔夫 纳德 回答 如果民主党 不能控制国会 一院或两院 那么接下来两年 全国上下将遭受川普 及其势力 前所未有的破坏 他毫无自治 无视法治 他一生都是个 失败的连环赌王 用破产当作竞争战略 他在纽约的商业运作 一直钻法律的空子 谁也不能指望他会遵守宪法 他中饱私囊 所以民主党至少要控制国会两院中的一院 他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采取以下动议 一是向美国人民承诺将增加最低工资标准 至每小时15美元 3000万美国工人 如今的收入在去除通货膨胀因素后 不及1968年的水准 此外 他们可以承诺实施所有其他西方国家 包括台湾 日本等所实行的 全面普遍可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险 以上采访内容 有编辑删减 文中评论及分析 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蔡英文双十谈话 呼应彭斯反共宣言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15日 美国之音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 被外界形容为搅供习文 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双十谈话 强调捍卫台湾主权和安全的最佳方式 就是让世界看到台湾的不可或缺 被认为是呼应彭斯的反共宣言 亲美批中 北京则批评彭斯的演讲 是过时的冷战思维 并指蔡英文的谈话 充斥两国论 今天我们邀请到 密西根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蔡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 陈芳瑜 以及国安外交观察评论员黄玉军 深入分析这两篇重要的演说 典范转移 陈芳瑜认为 彭斯的演讲非常重要 标志的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典范转移 以前美国普遍的共识是 美国旗要跟中国多交往 自然而然的 中国就会走向自由民主 更加开放 显然现在越来越多人认识到 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再发生的 中国是背道而驰 并没有走向更开放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造成非常重大的威胁 同时在这个演讲当中 彭斯强调民主自由贸易开放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同时他提到台湾对中共这个政体在民主政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 其实中国短时间内崛起挑战到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所谓霸权的地位 过去美国对这个状态的作为是非常有限的 但现在其实整个风向已经改变了 我们可以看到美中关系走向越来越竞争的关系 那么到底会不会有全面的冲突呢 其实不太一定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决策而美国仍然是强调所谓一中政策 价值对决 黄玉军指出彭斯的谈话把美中两国的角力提高到一个价值之间的对决 他不断地提到民主的价值世界上的秩序 提到的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台湾是中国民主的典范 他所反映出来的美国政策战略已经从原来对于中国的希望跟中国交往做一些修正 但是他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大陆能够走回美国设下的自由秩序 但另一个层面 我认为彭斯的谈话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全方位的对中国大陆一些冲突 不管是科技中国制造2025民主还是安全 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局限性的而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谈话 彭斯的谈话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首先他是副总统 所以不像过去很多类似的谈话 会是由比方说国务卿啊或者国安顾问发言 他是副总统 而且我们过去知道在川经会的前夕也曾派彭斯出来谈话 台湾选边站 黄玉军也表示现在必须要了解的是 在这样的新型大国关系之下 就是彭斯口中的大国竞争 美国真正要投入多少资源 我们只有了解到美国真的要投多少资源 在这一场所谓的美中冲突里 我们才有办法知道台湾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先很笼统的讲 台湾可能有两种角色扮演 一种角色就是 他可能会变成这一场美中之争的受害者 因为台湾有40%的出口 都是到中国大陆去 另外一种可能在国家安全的角度上来看 台湾跟美国合作能够更深入 因此台湾可以得到 我们想要得到利益 但是我觉得现在评论这个还太早 我们还需要再让子弹飞一会儿 就是需要等等看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 川普这样子的一个很容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 比方说 他如果11月跑去20国集团峰会 跟习近平见面之后会有什么改变 或者说11月美国期中选举之后会有什么改变 我们虽然知道美国的国会跟国安会 这些幕僚是支持台湾的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美国这些以商业利益为主的官员 是支持大陆的 所以呢 我们在不清楚美国承诺的情况之下 台湾现在最好 还不要选边站 稍微再观察一会儿 看接下来的走向会是什么 陈方瑜说 其实从历史来看 台湾在美中两大强权的竞争之下 从来没有所谓的什么拉谁抗谁的问题 因为从1949年以来 台湾就是靠住美国的军事以及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 才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甚至是台湾的民主化 美国也扮演非常重要的推力 中共各方面就是宣称台湾属于中国 所以台湾根本没有什么要不要选边站的问题 台湾一直以来在美国这一边 我一直很搞不清楚 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们不要选边 我们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其实根本不用等等看 因为美国现在很明显的就是跟所有的盟友讲 你就是要给我清楚表态 所以台湾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没有什么好等等看的 蔡英文双十演说是善意 北京为何听不进 陈芳瑜提到蔡英文的双十谈话 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直接回应彭斯的演说 第一她讲民主自由这个部分 这个当然不用讲 是台湾立国的一个根基 第二方面是蔡英文在演讲当中也不断释出善意 她一直讲我们不要增高对抗 希望中国更加自由开放 这当然都没有要针对中国搞什么对抗 因为其实一个自由开放的中国对台湾来讲 当然也是好处 因为我们有紧密的经贸连接 而且我们看到这两年来 蔡英文一直不断的在强调说 我们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啊 同时蔡政府也从来没有要推动什么改国号公投啊 也没有换国歌国旗这种跟宪政体制完全无关的事情 蔡政府都完全没有讨论 所以说蔡政府善意其实非常多的 从她就职开始就一直不断释出善意 很可惜呀 我觉得北京就是一直有点像是在放录音带式的 每次看到蔡英文出来讲话就先批评再说 而且北京一直在说都是你们在挑衅 都是你们挑衅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全世界的状况下 都觉得现在的麻烦制造者应该是中共这边 黄玉军说我们来看蔡英文讲的四个不会 第一个她说绝对不会升高对抗 也不会一时激愤走向冲突 基本上蔡英文的谈话某种程度上就包含她还在观望 就是美中之间未来的一个走向 我觉得美国今天莫见的谈话这样的清楚 她已经把台湾的地位提高 所以台湾现在手上是更有筹码 蔡英文并没有马上拿这些筹码去升高两岸对立 这就是她非常高的善意 其实蔡英文抛出了一些建设性有弹性的策略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北京现在一直都不愿意去跟着台湾的民意而采取建设性弹性的政策 因为不管怎么样蔡英文总统的双十谈话是代表台湾现在多数民意 所以我认为北京应该要做出适度的反应 当然我们最近听到好像有人在鼓吹习近平跟蔡英文两个人会面 我认为如果未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性会谈 对于两岸或是美中台三方都是很有利的 黄玉军说台湾虽然筹码变多了 但是台中美三方博弈中台湾还是筹码最少的一方 如果玩过德州扑克就会知道筹码最少的一方 每一局都必须要出手 这就是台湾目前的处境 目前台湾寻求两岸与美国的策略 当然台湾和美国有合作 但是是否能升级为全方位合作 这是有待观察的 尤其是台湾目前面对的是川普政府 他对于民主价值社会秩序 没有完全遵守 不按牌理出牌 从美中关系的角度看 北京能够操控的台湾空间也变小了 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希望能够好好对付美国 所以在高度美中冲突下 台湾应该是筹码变多了才对 美国比较担心北京和台北错判情势 去把情势激化 但是北京更有可能是激化情势的一方 台湾在国际空间里的能动性还是小一些 而且也受台湾民情影响而起伏 孟宏伟事件能给台湾间接提供外交契机吗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事件 是否给台湾进一步参与国际组织的契机 陈方瑜说 过去在中国大陆的打压之下 台湾一直没有办法加入到绝大多数国际组织里 短期内 这个情形不会改变太多 因为在蔡政府上台之后 大陆的打压力度加大了 但是台湾在加入国际组织的策略和说法上 应该更新了 一直以来 台湾是以可怜的姿态示人 今后相关论述应该有所调整 黄玉军说 在目前的国际冲突情势之下 台湾急需思考 自己是否能够走出一个自己的民主价值 过去除了大陆的打压 台湾在国际组织上 是否有更多民主国家的支持 是否可以在中国政府不得人心的情况下 寻找加入国际组织的契机 台湾可以做的 一方面是大声说出自己加入国际组织的意愿和需求 另一方面 台湾应该跳出传统思维 看看是否用新的方式得到更好的结果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击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 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点击明镜之声APP 左上角的目录标志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活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